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23日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说 美方非常慎重地考虑 如何重新平衡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希望在今年内可完成对华301关税的审核 报道称 美国多年前对中国展开301条款调查后 指中国盗用美国知识产权 并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敏感技术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 对总值约3700亿美元的数千种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戴琪领导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一年前开始针对这一系列301关税 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审核 9月22日 戴琪通过视频参与大西洋理事会的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时 被问及有关审核是否已经有了决定 报道援引她的话说 对华301关税的审核 不仅要看这些关税是否有必要 也要看他们对于保护美国工人及经济利益是否有效 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强度很大的跨部门审核流程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今年内完成这项工作 戴琪还称 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拜登政府对两国关系的管理采取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 他希望与中国政府领导层会面 最重要的是双方之间保持沟通 与此同时戴琪同日出席一个贸易论坛时指出 世界贸易组织应在明年二月的部长级会议上 就落实改革取得进展 以便有更好的工具来处理中国的非市场做法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 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说 虽然华盛顿力求实现从电动汽车电池 到太阳能板等各种材料来源的多元化 但美国无法把中国排除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之外 他22日在纽约的简报会上说 中国在矿物原料加工领域的关键地位 意味着北京仍会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其实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他们合作 现阶段我们仍向中国公司购买了许多矿产品 多元化是关键 不过报道还说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考尔 主张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 他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说 除了拜登总统近期提出的限制 国会还需进一步收紧对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限制